川金会世纪峰会即将登场习近平希望看到时摩 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世纪峰会将在12日登场 川金会对中国具有重大遗憾 朝鲜半岛局势牵动中国的地院政治与国安利益 专家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隐身幕后可能是这场大戏的破坏者 也可能是推动者 美国外交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会常坎普表示 对北京而言正确的和平协议可能削弱美韩同盟 降低冲突威胁降低南民涌向中国边境的风险 最终促使美军撤出南韩 美军撤离南韩不仅有助于北京实现美国在亚洲影响力最小化的目标 也是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的前提 关于川金会科学家关怀联盟 UCS中国专家顾克刚则认为 北京与平壤有一个共同目标 促使华府松绑对北韩的制裁 中国和北韩已经达成协议 若北韩政府停止飞弹与核武测试 中国与北韩将恢复一些经济往来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任晓表示 中国对川金会的理想结果是软注录 譬如一个无核化北韩逐步推动改革 对外开放社会 经济活力也因此有了可能性 至于北京不愿看到的情况 是两韩统一的可能性 一旦南北韩统一 这个新国家可能会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坎普说 若川普做得太好 北京可能会面对一个更强大且统一的韩国 此时韩国成为民主堡垒 美国的友邦 美媒CNBC报道 任晓也认为 对北京而言 若美国 南韩与北韩组成某众组织或联盟 将是最糟糕的和平协议 但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明镜需要您的贤士兰